面對國內詐騙問題 政府祭出了新措施 民眾只要提供賬戶 給不法集團使用 經過警方告誡之後 五年內將會來暫停 所有的自動化交易 ATM以及網銀提款 每日各限額一萬元 原本傳出要在明年上路 但是引發了不少 銀行業者反彈 銀行局則表示 具體執行的方法 以及時間 目前是還沒有共識 警方埋伏抓人 車手監控手絡網 碰上詐騙案件 要是民眾交出錢 損失大多追不回 因為部法集團透過人頭 賬戶一層層轉賬款 快速洗金流 現在政府在除疾 從銀行賬戶加嚴管支 國內人頭戶氾濫 按現行規定 列為警示戶後 相關金融交易才會大幅受限 政府今年六月修法增定 提供人頭帳戶罪 如今也預告洗錢防治法 相關執法辦理 嚴禮民眾提供帳戶 經過警方告誡後 受告誡戶的自動化交易 幾乎全面凍結 未來會有一種叫做金警察機關告誡 會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那個告誡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那也都有涉及系統的那個等改啊等等 所以也可能還沒有那麼定案 距離薪資上路原定不到一個月 但銀行系統能否及時修改 限制的賬戶範圍是否擴及受告介護 所有賬戶 銀行局坦言業者有不同意見 目前這項措施未有具體執行方法 與施行時間 這下期已達亂員 還包含這種收不完的釣魚假投資簡訊 NCC則建議安卓手機用戶 關閉RCS及時通訊功能 避免犯罪集團 透過WiFi和行動數據網 大量發送訊息芯片 記者 陳冠軒 陳立峰 台北報導